现场林姿妙一大早出席活动 看起来有点疲惫 原来他前一天再度被宜兰地检署传唤 经过12小时马拉松是问讯后 在晚上才离开地检署 原本之前几次约谈后 他都没有多做说明 但这一次他直接刚起检方 林姿妙说明他的债务 主要是先生过世时的负债 还有医药费 以及抚养小孩长大的费用 还有帮朋友坐保累积的债务 没想到被有心人是操弄 被误导是贪污 林姿妙语气激动 强调自己绝没有不法 要司法早点还他清白